记者郑宏达台北报道,新党青年君王秉忠,侯汉廷,林宁正,陈思晋被检调以国安法第二执一条,第五执一条为由,以证人身份搜索,带走。 汪德伟任律师陈立林指出,他从未见过同一时间发出两张不同地点的传票,行事诉讼法也有漏洞,检调长先以证人传唤,再直接转被告后扣押,积压。 陈立林指出,检调同时发出拘票,搜索票及传唤证人状,人都还没拒绝传唤就先发出拘票,且同时由地检署的查局发出两张不同地点的传票。 他职业至今前没听过,很遗憾检调以国安委员方案委任律师行事法定权利。 他也主张行事诉讼法有许多漏洞,允许检调可以先传唤证人,让律师无法以被告律师身份陪同委任人。 后来问完笔录搜索后就直接变成被告,直接行事扣押,积压等手段。 其在司法界能也高次也呼吁被检勿乱搞。